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号的雪月没有那么红 只能说跟地点不同相关 但是它是个全球性的 这组照片来自于纽约邮报 它包括了日本的东京 包括了澳大利亚 包括了新西兰 包括了美国东部的地区 那都拍到了整个一组 但它的特点就是持续时间非常长 差一点四个小时 阿南德自己在17号 当时他讲说 他说应该在58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 他说的是580年 那我看到有资料说是从121几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 这个东西呢 媒体现在就这水平了 就是怎么说吧 刀块 萝卜块 布希尼也是怎么说 就根本不管 都在网上 只要我能贴出去就完了 这是我们看到这是在美国的东西部 不同的地方他拍摄的 这是有的地方是月片石 有的地方是月泉石 所以你会看到是不同的故事 这是在达哈 所以这一次的月泉石出现在全球的范围之内 他在17号 阿南德在17号的预言中就谈到了 这个东西对人类的影响 他认为影响巨大 但是呢 我跟大家解释过 他完整的预言说是七个麻烦 而真正大麻烦是在12月10号之后 12月10号之后 那有些东西还没有兑现 他谈到了钱的问题 就是经济崩溃的问题 他谈到了电力短缺 他谈到极其寒冷 那其实在现在看 我只能说在北美了 感觉上这个冬天不太好 非常不好 这是阿南德在他的预言当中的原文 我们已经看到那些疫苗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极力在保护自己 却被数拨疫情给淹没了 提到了乌拉圆 熊压利 塞舍尔 未来将在染疫死亡率最高的国家的名单中 熊压利在昨天达到了他历史的最高峰 熊压利本来他的死人就多 他全国打的都是科兴疫苗 他死亡率大概在六三千多 他居世界第二位 这是我们看到的了 乌拉圭应该是居世界第一位 六千多人 从疫情开始就是这样 不是现在 塞舍尔其实没有太注意 真的 塞舍尔没有太注意 但是后面接下来的就包括美国 包括主要是欧洲的国家 意大利 法国 比利时 这个英国 就是这么延续下来 但这一波在欧洲 他都是创了历史的新高 德国 法国 荷兰 比利时 这个 这个 几乎 熊压利 罗马尼亚 俄罗斯 这个 都是历史新高 荷兰 丹麦 瑞典 但英国没有 英 英国确实没有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那 他们没解释是为什么 一开始呢 之前呢 解释比较多的 还说是因为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但所有这些国家 他们的疫苗接种率 都达到了75% 通常说的 通常在传统的医学中说 能够产生这种 群居效应 就是自然免疫呢 70%以上就行 现在他们都达到 我说达两针呢 都超过75% 但他没招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在欧洲强调是打第三针 强调打第三针 同样的故事出现在 加拿大的东北部 安大略省跟魁北克省 他的数字根本没有下来 但是他的接种率都高达了85% 84%到85% 但是呢 好像没有这么回事 就这个社会没有这么回事的 那所有这些争持呢 已经变成了一种政客的相互攻击 挺丑陋的 说心里话挺丑陋的 但不关我们的事都 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笑话 阿南德同时笑话这件事情 他再次指出疫苗绝对无效 长期带来伤害 他希望台湾跟东南亚国家 遵从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方式 他说的 这话一定得说清楚了 他说的 说清楚了都说不清楚 那他讲这话不是今天讲的 他讲了相当的长的时间 但我们现在看到确实爆发了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说 他说对了 但没有人敢面对 没有人敢面对 那他说对了意味着什么 今天在发达国家应对的一切 那是天意 那是天意 那人们去崇拜科学的时候 就是活该 人们摆脱不了利益的时候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是这样 你无论他怎么样 我跟大家解释过 他讲对了 郑伯健不敢讲了 所以我们面对事实 有能力面对真相的人 是个大写的人 在今天 有能力面对真相的人 是个大写的人 就是我说句难听话 能够被称为人 那现在的状况 就是崇拜科学的人 不愿意面对真相 不愿意 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出来道歉 没有任何一个政府 能够回扣这一切 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去看他的 去说他的 但我相信所有人都会看他的 否则的话 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他不会给出理由的 他给出理由就是说 沐星又跑这儿了 那个又到那儿了 我又在这儿 又推盘了 杀盘了 而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他就是这么换个角度上说 风神演义了 他讲都是故事 都是故事 所以才讲风神演义 万仙镇结束之后 他的师父就是红军道人 跟他的所有的弟子 徒弟徒孙们说 你们全回去 跟他的徒弟说 你们全回去 这跟你们没关系 所以从广城子 广城子那一波的 原始天尊的所有的弟子 全离开了 回到洞府往那一打坐 哪儿 什么事都不干了 天下发生的事情 跟他没关系 既是他们的徒弟 土行孙 土行孙被张魁杀在了自己师父的门 师父洞府的门口 他师父都不管 为什么 土行孙命理注定 修不成 意思就是 那些神仙都不管了 那意味着 人间的一切 都已经定死了 改变不了了 所以阿南德能看准了 我讲的是这意思 上海再次传出本土 说三例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了 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故事了 我说句难听话 所有病毒都存在人的身体里面了 什么时候蹦出来 神仙说了算 命运说了算 它不是传染的 澳大利亚东 澳大利亚北部省 一个130家的 这么一个小趟 130家 那个小趟得小到什么份上 周围没有人的 他们在这个时候 因为这是很小的趟 所以家庭之间相互来往很密切 爆出了23个突然感染的确诊 一天突然确诊 谁传染了他们 澳大利亚政府派军队 把他们全隔离了 就跟卡桑德拉大桥一样 这就是我眼睛里是悲剧了 因为政府没能力应对了 科学没有能力应对了 但是崇拜科学的人永远是正确的 政客永远是对的 补择手段去证明自己是对的 那这是我们人的命运 那每一个个体的人 要对自己的生命有所认知 咱只能说这个 欧洲再沦为疫情中心 人们对疫苗产生虚假的安全感 世界卫生组织说的 人们对疫苗产生虚假的安全感 在加拿大多伦多 多伦多的市长 你要对自己健康负责 你要对自己生命负责 所以你就必须得打针 在他的所有高速公路上 为了你的安全 更为了你家人的安全 所以你要打针 那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 安全还是不安全 是宣传带来的 不是他管用不管用 那如果他可以这么讲 那阿占德几个月前就这么讲 到底谁说的是对的 这是个命理注定的事 在命理注定的当中 劝人们转向善良 现在想着让人善良就这么难 就是我说太密意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